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凯奖 那我们看一下 昨天融资减少的55亿 所以今天 为什么会开低下来呢 主要是因为融资 有部分的一个断筒 那投资人都自不了断 所以今天开低下来之后 测22055 马上就急速的一个拉升 那各位投资人都有一个经验 当融资断筒断了差不多 大概就是底部了 这个是经验谈 好 所以谈升到怎么样 2249 谈升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我们看一下 今天尾盘又打下来 我跟你讲 昨天我有跟你讲 他可能还会利用四党 前置股 因为外资猛击台积电 红海 广达 伟创 果然 今天尾盘 你看一下 杀台积电 杀红海 杀广达 杀伟创 那这个我的看法 原则上我跟你讲说 昨天利用高股的 5234 有没有 这档股票昨天杀得停板 那我跟你讲说 杀得停板下来 受造恐慌的气氛 让你杀出业绩股 结果人家把业绩股接走了 就开始拉升上来 你看一下 3665 我在礼拜三跟你讲 川普威胁要对 墨西哥加拿大客观税 那我跟你讲 台湾有两档股票 你一定要听进去 这个观念是对的 而且这个诅咒将来一定会划小 只有两档股票 茂脸跟国际 在全世界上 片射工厂 那茂脸我记得 他的工厂应该有23家 230家 国际有怎么样 有42家 所以昨天 有没有 我礼拜三跟你讲 那各位投资 你看一下 礼拜四得下来 各位这个阻力真的是厉害 这个阻力厉害 什么叫厉害 他听黄老师这样讲 这两家股票绝对是打赢家 结果他怎么样 他昨天刻意灌什么 茂脸 国际 让你们怎么样 以为说这黄老师说不对 黄老师说不对 在片里面 杀出来 果然今天大涨 那国际我昨天跟你讲说 这个量就对了 昨天放量 压低进货 所以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最看好的股票就是 茂连国际 那茂连如果涨都不敢追 你持股虚报就好 差价应对 但是各位投资人一句话 你绝对要听进去 国际 拉回来 不要怕 开始规划 开始买 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这一个现象 好 那你再看一下 昨天 623 杀一根长黑 让你这个股票 完蛋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 所以今天盘是开低走高 为什么强势股票先上来 茂脸就先上来了 旺锡 就先上来 还有一档股票 8996 这一档股票也很强 我跟你讲说 这一档股票我也看好 好 4979 这一档股票我也看好 但是各位投资人 下礼拜一而可能 你不要去追高 你来回差价应对 那重心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下礼拜 不是下礼拜 礼拜我认为 6、7是会大涨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2383 会大涨 那你注意一下 2301 对哦 要注意哦 也快上 好 那再来一个怎么样 BBU 今天很强势的股票 这一个 321 拉到这 开低之后 它怎么样 拉上来 所以这个股票 就拉动了怎么样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低价股我跟你讲说 3323 拉涨停板 但是我跟你讲哦 这个股票能然还是要做怎么样 5到8天的整理 再来一档股票怎么样 6558 搭上来 这个地方搭上来 我依然还是认为怎么样 这个地方做5到8天的一个震荡 那未来要涨 再涨 所以今天之所以上涨 第一个你看就很明显 旺西 开高 茂林 开高拉上来 再来一个怎么样 顺达哥拉升上来 连带带动怎么样 新能高 跟这一个加百亿的一个掌停板 好 我跟你讲说 各位投资人 另外一个足足 各位投资人 你绝对要听下去 涨停板 这个股票我跟你讲 开始要飙了 8429 开始要飙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5907 消费股也开始要飙了 你看一下 拉涨停板 2929 拉涨停板 我今天在58台 有跟各位投资人讲 那个观念 我本来还不想跟你们讲 但是我认为 大盘跌到这个地方 应该离底不远 所以我给你 昨天我跟你讲说 还会利用 高锅的四个足钱 细光子 重点股 机器人 设备股 还会在下杀 但是各位投资人 我昨天有跟你讲说怎么样 如果这四个足钱 都得不太下来 有强势上涨了 各位投资人 你就是怎么样 业绩股 你赶快卡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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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324 324 再来 2327要注意 拉回来多数买点 6274 2383 2368 还有跟各位 高价股 甚至今天怎么样 6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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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4968 对不对 还有 5465 还有53 28 马上就人家就接走了 所以我跟你讲说 昨天我跟你讲 还要利用下礼拜三天 因为我昨天跟你讲说 未来还要利用四天 未来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未来四天 那就只剩下什么 下礼拜一到三 再压缩 但是今天怎么样 四大高股的股票 不跌 所以 低本一笔股票 人家 就开始拉了 但是我跟你讲说 前置股 四档股票 台积电 广高 红海 伪创 外资还在卖 那我认为 各位同志听清楚 卖到下礼拜二 就差不多了 所以各位同志 你注意一下 我认为 这个最慢 礼拜三会动 最慢礼拜三会动 2382 最慢礼拜三会动 2317最慢会动 但是我跟你讲 你这个地方优先补给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听进去 第一个消费股 你一定要听 我简单的跟你讲 川普要对中国大陆客关税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关税比较高 所以大陆想要靠出口 这个有它的困难性 但是它可以拓展怎么样 欧洲 东南亚 中南美洲 非洲 俄罗斯 来弥补 美国 但是这个怎么样 弥补 能难不足 第一个原因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还在低档 但是中国大陆 也想要救怎么样 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怎么样 顶多在这个地方 低档库存 但是有没有很大的一个警惕忽书 还没有 好 那各位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要怎么办 中国大陆就这样 让他垮下去吗 我跟你讲 你假设 你是习近平 你怎么做 跟你讲 他一定大力出击 四次击来鼓励民间消费 所以大陆明年会提出怎么样 重大的财政政策 对不对 那内息 不受外销影响 那大陆唯一的方法 就是以怎么样 以刺激内息消费为主 而且大陆老百姓是有钱 不是没有钱 带留给老百姓 除息是全世界上最高的 所以他一定怎么样 来刺激消费 那各位刺激消费 你看内息股 这一些不涨 还怪 907 1702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一些股票都比怎么样 比加百亿 比新人高 还更可怕 这个主情你要做好 第二个 宽博客关税 这已经已定了 所以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在全世界上 各工厂最多的贸联国际 会成为赢家 因为怎么样 他到处都有工厂 那如果这个工厂怎么样 这个工厂在这个国家 被克高关税 他把它怎么样 把它营收怎么样 就少生产一点 就少生产一点 好 移到怎么样 关税比较低的地方 各位这样懂不懂 所以各位 这两档股票一定会大涨 好 第三个观念 就是AI服务器 我跟你讲下礼拜 不是下礼拜一跟下 就是下礼拜二 这两档股票 我认为开始要打涨了 不是礼拜一就是礼拜二 6274 为什么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还有2301 2368 3044 3324 好 3017 各位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8210 2356 好 再来一个主请 就是业绩非常好 本益非常低的车电 那另外四大高估的股票 调整到下礼拜三 四大足勤 动电股 机器人 细光子 设备股 也会缓弹 但是缓弹上来 大概到某一个程度 我还是要跟你讲 各位你要利用他缓台上来怎么样 你红高卖 因为我一再再而三 跟各位投资 客观税 对谁最不利 高本益比股票不利 对怎么样 算一点点的股票不利 对损益两平的股票不利 对小亏的股票不利 或者更大亏的股票不利 所以那个高本益比 各位投资会缓弹 可是谈上来 人家开始在出货 只是人家不告诉你 因为告诉你了 就惊醒了你们 你们跟着他 跟着他抢着要卖 那主力 怎么可以卖到高价呢 所以他不 他不会跟你讲 那 资金你parking到四个组件 第一个组件 消费股 第二个组件 国际贸连 因为他工厂遍布全世界 再来AI伺服器 再来怎么样 车电 还有业绩股 譬如说我跟你讲 哪些业绩股的 各位 这个业绩非常好 各位 各位你要注意 3693 这个业绩非常好 3533 这个业绩非常好 2059 这个业绩非常好 3008 大力光 业绩非常好 还有我认为 连电已经超跌了 连电已经超跌了 各位投资 您注意一下 好 8299 2379 2458 这个可以注意 各位3014 那航空股 2618 好 那航运股 2603 我有没有跟你讲 有没有 这个KD交叉 各位 我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个怎么样 改一个KD吧 各位投资 各位投资 您注意一下 我问我这台KD高档 你不要碰 一定会跌 那我跟你讲说 至少要等到多少 跌到50 这一天有没有跌到50 跌到怎么样 20更好 假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股票也要反弹了 好 那各位投资 您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在三天 利用什么 我跟你讲 四大前置股 应该是五大前置股 台积电 联波哥 洪海达 广达 微创 这些股票杀到下礼拜 震荡到下礼拜 我认为礼拜三开始上涨 那你还要怎么样 一万万一 他用高股的股票杀下来 四大高股股票杀下来 受造恐慌气氛 让你怕 你把业绩股杀下去 就像昨天 你把业绩股杀下来 他就把你接走了 就像昨天 旺谢 你把他杀下来 他就把你怎么样 很可怕 很可怕 那我跟你讲 这两档股票 吸货吸了很久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 还有各位 这一档股票要打涨了 等一下我再跟你讲 为什么我认为他要打涨 经济 好 接下来我跟你讲 大陆股市 我们很快的带过去 大陆股市 各位投资影注一下 恒生跟你说 这个地方会开始怎么样 会开始反弹 因为怎么样 34天转折已经到了 那上海一股怎么样 也是34天转折 到了 所以看一下开始上来 所以我跟你讲 互生也是 各位投资人 各位哦 准备迎接赚钱的机会 不用怕 各位你开始迎接哦 开始要迎接怎么样 互生也是另外一波 大赚钱的机会 各位各位你相信我 你准备迎接另外一波 大赚钱的机会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看一下消费股 消费股刚才跟你讲的观念哦 大陆 一定会想方法设法 出击内息消费 所以什么最好 不受关税影响的嘛 内息股嘛 所以跟你讲哦 各位 这些股票 你一定要听下去 南桥 目前还没有亮 你看一下 金利 细码EPS 负1块3 40块 0.1股价12.9 这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再来看一下 涛地 加百亿 负1块的 股价在41块 涛地这样 百合1块钱 股价29点 好 新人高0.08 38 所以各位哦 注意 大洋KY一样 金利KY 涛地 加百亿 大洋KY 各位拉回来 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我再跟你讲一次 任何拉回都是买点 但是这一些股票 这一些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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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强势股 那他做整理完之后 这些股票能难回上涨 那就更图现怎么样 百合KY 涛地 金利 南桥的一个大涨行情 各位 消费股 我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好 再来看一个 大营 这两档股票 下礼拜开始动 下礼拜要再跟你讲 好 接下来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汽车股跟你讲的 不厌其还的 所以我今天也不讲 跟你讲汽车股了 这个一定大涨的 这个一定大涨的 这个昨天我没有 我没有跟你讲 用那个怎么样 达兴财 我特别跟你几例说什么 利隆 那我们看一下利隆 有没有 今天就涨上来 为什么 他前三季EPS4.95 达兴材料只有3.81 达兴材料前里EPS5块4 5块4再200多块 这一档股票EPS6块7到6块9 再七十 所以严重的低估 还有这一档股票 跟你讲这一档股票会飙 不是 6175 这一档股票会飙 你一定要注意 还有今天有一档股票怎么样 这个火龙 这一档股票也会大涨 低七起 这一档股票你要注意 这个圣变跟你讲一下 那这个电影 好 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都一样 这个提威西 耿顶 你看一下耿顶 沙扣列股价39.5 八毛钱的股价46.5 沪0.65 股价43.15 各位 而且他的营收 十一营收 所以各位 提威西东阳 耿顶 定盈 兴秦 还有这个胡联 还有以胜 还有建核兴 各位 还有地保 这些都看好 好 接下来我看 再来跟你讲这个 我要讲今天讲 这个都跟你带过去了 热电帽 绿龙 你自己去看 三块半 股价42 六个月的股票46.95 1块3的股价在49.5 3块5 不飙才怪 各位 6块8的股价78.6 0.5的股价在1 5.5 1.1的股价在6 这一档股票 不大涨才怪 各位 而且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 是AI式武器 另外一档股票也怎么样 3090也AI式武器 还有一档股票 AI式武器 它早就涨上来的 它早就涨上来 从多少涨上来 各位 从60块 所以轮到怎么样 2472 6175 再来怎么样 3090 2428 各位 这一档股票也AI 你注意一下 好 再来我们跟你讲说 AI式武器 各位 这一块的带过去 切下你看这里 好 各位看 美国禁止销网 设备销网大陆的 这个都受害过 但是你看一下 最强的股票 这一档 可是还有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大陆的AI 我下礼拜 我下礼拜再跟你讲 为什么他会打仗 好 你看一下 各位 我一直跟你讲 这一次怎么样 NVIDIA就没有公告 这个资料了 他只公告 这个资料中心 他接下来 不公告 因为机器人营收非常小 他不敢公告 我一直查不到 查不到 他这一次的财报 有公告这个数字 所以各位 机器人小心 他在这一季 不敢公告这个数字给你看 一定有问题 我只能跟你提到这里 好 再来我跟你讲说 这个都是怎么样 NVIDIA概念过 好 我跟你讲说 这个区块非常好 再来这个区块 打电也看好 这个调整到礼拜二 这个地方也看好 这个区块都高估 为什么高估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认为经济下礼拜开始大涨 各位你注意一下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算 各位从这个高点 跌到这个 低点 就是这一礼拜 就是这一礼拜了 第几周 21周 各位当时从这个地方 跌到这个地方也刚好怎么样 21个礼拜 但是这个20礼拜 这个礼拜的高点不算 是21周 KD又到达高档 大涨 那这个高点也算 到这礼拜是怎么样 21周 KD怎么样 到达低档 好你看一下 前三季EPS2.88 前年EPS3块 股价在59 好你看这一档股票 冰川 前三季EPS-1.6 前年EPS-2.4 股价在多少 64.9 而且KD 已经处在怎么样 高档了 你要买KD处在高档 而且怎么样 EPS-2.4 股价在64.9 还是各位投资人 你要买 从这个地方修正到这个地方 21个礼拜 KD打倒BUD 而且怎么样 一平年EPS3块半 股价只有59块 所以跟你讲 各位 这一个这次股票 任何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都不跟你勉强 我就是要等到这个礼拜 为什么等到这里 这个礼拜就是 第21周转折 EPS3块半 股价在59块 KD在低档 但是你看一下 冰川EPS-2.4 股价64天 多KD已经怎么样 高档 再来个个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还要 你看一下 前三季EPS-6.99 前年EPS-9.5 EPS-1.7 好 各位 你看一下 KD 周KD 交叉了 你看一下 周KD交叉大涨 周KD交叉大涨 好 周KD交叉 9块半 EPS-1.7 好 你看这一档股票 前三季2.7 前年EPS-4块 而且它实业 已经说 实业EPS今天被公告了 最近涨太多 只有赚多少 0.34 所以这一档股票 今年EPS-4块 最高到4块 4块在185 9块半在175 而且怎么样 周KD低档交叉 往上 好 为什么 华欣光会涨 因为当时在这个地方 周KD处在低档 所以这个地方周KD交叉 你就买 涨到这个地方 周KD在这个地方 又交叉上去了 所以各位 这一档股票短打 或者做当冲 各位你拉回来怎么样 绝对是这一档股票 再来你注意一下 高利 前三季1PS-5.56 前年EPS-8块 339 KD周KD这个地方 这一档股票看好 好 你8块钱在339 看好 也会涨 各位 那你觉得9块半的股价 只有一期怎样 所以这个内行呢 你看就知道了啦 当然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8块钱339 好 你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不要大涨 为什么跟你讲要大涨 周KD交叉 你看一下 前年EPS-27块半 468 前年8块 339 看好 KD就好 那你看一下 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一个对称三角形 这个一突破 各位 一突破我跟你讲 绝对用标的 我再跟你讲 突破 这个对称三角形一定标 而且是超低板利比 还有我跟你讲一些股票 见点有没有 走起来你搁起来 再来看光宝哥 夜线图 对啊 一个大行情 这次又出现这个现象 你认为他怎么样 我跟你讲 这一档股票是明年的超级潜力股 那 建策啦 那个建策啦 也可以注意 那 齐红也可以注意 双红也可以注意 双红也可以 勤证也可以 也可以注意 好 所以各位投资点 那 五大勤子股 要调整到怎么样 下礼拜二 那礼拜三之后就开始了 那我跟你讲 这个盘 顶多在三天 但是押回来 各位投资点注意一下 人家懂得了 开始布局怎么样 优质股 所以各位投资人 你认同黄老师的观点 请你带进来加入我们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订阅周刊加月刊各一年 优代价才一万元 搭配QLED75寸大电视 及无中立太空餐按摩椅 不用五万就可以将超级好礼带回家 包含安装及送货费用 机会难得 赶快拨打02-6608-2998 万宝带回家 财富就增加 好 像颜色 交代物 保持中 质物 黄金 颜色 盖 保持中 保持 黄金 保持 财物 保持 保持 比划 保持 保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